放心吧 来得及的 陈总 一路还顺利吧 来来来 当年撞死我们家老颜 那人现在在哪儿 我就是个卖车的 那是试驾 他 我上哪儿找他 这我哪儿认识他呀 对了 早儿准备好了吗 我知道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 沈总 咱们真的要跟着前面这辆车吗 会议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开始了 没事 继续跟着 好 建国 你帮我送到酒店 你就赶紧先回去吧 张总 您放心 今天您回来的事他们不知道 咱们碰不上 喂 妈 我先不回去了 晚点再跟你解释 我来吧 我来吧 好 好 唉 �� 喂 毅宇山 你会客人开完了 不开了 有事问你 会客人不开了 什么证 你上回跟我说 程杰是名校毕业的对吧 你能不能帮我问一下你爸 他是哪个大学的 叫什么宾夕法尼吗 是宾夕法尼啊吧 对对对 不是你嘛 不是 你问这干嘛呀 你别管了 先管了 宾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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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马 是我 那个跟你说个事啊 就是你还记得上周 咱们在纽约酒会上 你那个朋友 艾力克斯 他说他自己是 宾夕法尼亚大学 沃顿商学院毕业的吧 他是哪一届毕业的 是这样 你能不能帮我打电话问问他 认不认识一个叫 程志远的人 对 程志远 我一会儿把照片发给你 尽快 麻烦 谢谢啊 喂 六叔 你在哪儿呢 都等你开会呢 侯总很生气 六叔 我临时有事 开不了了 什么事比咱们集团会议还重要 电话受清楚 我还在等电话先挂了啊 沈欧 喂 马 问到了 他说他认识 这个人叫卢克斯 姓陈 没错 但是不叫陈志远 你松下 如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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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鹏 宾夕法尼亚大学金融学硕士 一一年毕业 在校期间大家都叫他卢克斯 程志远 是你后来改的名字吧 程鹏这个名字我记得 小辰跟我说过 我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呢 因为 开车撞死小辰爸爸那个人 也叫程鹏 你说这个世界上不会那么巧吧 刚刚好你也叫程鹏 这个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多了 今天我在机场看见你爸 是郑建国借的他 你要怎么样 程主任你太可怕了 你开车撞死了小小的爸爸 你还潜入到他们的生活里 若无其事地扮演个好丈夫 好女婿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有一天让晓晓知道的话 会怎么办 她可以永远都不知道 你不要自欺欺人好不好 我妈当初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后来呢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天底下没有任何秘密 能够掩盖住 你撞死了人就不应该出现了 更不应该出现在小小的生活里 你以为逃避就能解决问题吗 你以为逃避就能解决问题吗 那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你知不知道有个活生生的人 在你怀里没得气息死掉了 你会怎么办 妈 告诉我 甚至是人当着他家人的面 道歉的机会都没有 你会怎么办 你还要我 我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我没有一刻能逃避我内心的谴责 我看遍他所有的心理上 没有人可以守住我的罪恶感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怕 我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开车 因为我害怕 给他来然后 我先让他来 适合 ำ缺